上大学的男孩子喜欢跑到女生的楼底下 邀女生晚上出来吃饭 有没有 所以下午五六点 男孩子跑到女生的楼底下 阿妹啊 下楼 女孩下不下楼啊 不下 有惊愿 女孩干嘛呢 都在那个房间里面 把窗户一推开 往下一看 傻瓜 在底面等 回去摩洗啊 摩洗摩洗 一晃半个小时 男孩子在楼底下 一等也不来 两等也不来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跑到太阳底下晒 晒得灰汗如雨 像哈巴狗一样 在楼底下 女孩干嘛 把窗户一推开 哎傻瓜 还在等 回去又抹又洗 又搞半小时 终于马一小时下来了 看到自己心爱的阿郎 被晒得那么凄惨 对一生惻隐之心 上去小手轻轻一勾 两人当天晚上就出去的 当天晚上就成交了 很显然你发现 楼上的美女不下楼 她在楼上干什么 所以楼下的帅哥 她在干什么 所以楼上在做什么销 楼下在做什么销 所以你发现 我们经常讲 营销和销售差别很大的 但很多人连营销部和销售部 很多人就分不清楚的 所以楼上的美女 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 如此的漂亮魅力 吸引别人的目的 说白了不就是为了干嘛 尽量的好卖点 或卖个好价钱 同意吗 而楼下的帅哥的干嘛呢 忠诚不欲 感动顾客 对吧 然后太阳底下晒吗 让对方非常感动 顾客一旦被感动了 大手一挥 收款 结婚生娃 所以一家公司 营销部是让产品好卖 推销部是让产品卖好 所以一个是好卖 一个是卖好 这就是差别